昨天在辉煌 也已过去 人往往会对自己曾经的辉煌念念不忘 殊不知过去再好也是过眼淫淫 有一位店长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 老板问他为什么 店长回答说 我已经做了十年店长 相对来说拥有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不不不 你不是拥有十年的经验 你是一种经验用了十年 老板的回答一针见血 很多人就像这位店长 具备一定的经验就自以为是 甚至自认高人一等 殊不知过去的经验 却有可能成为今天进步的最大障碍 电脑要清除了缓存 才能运行的更加流畅 人舍弃了陈旧过时的经验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才能取得新的辉煌 我们学佛亦是如此 如果总是守着曾经取得的一点点受用 就自明得意 最终只会果足不前 甚至还会堕落 人生就像一场登山的旅程 每上一几台阶 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若被眼前的景致迷住停滞不前 那就无法看到山顶的无限风光